我記得大概是1985年 我媽就在廚藏街 在一間雜貨店前 放了一張小小的桌子 就只是賣雞 因為那時候 家裡的經濟不太好 我爸爸的身體也不太好 所以為了教我們讀書 所以他就在那裡開始賣雞 初初賣的時候 已經有一個伯伯在那裡賣 在廚藏街 就只是夾帽子 熟客多數都是在伯伯那裡賣 所以我媽的生意也不太好 我媽就用這一招給人試 就像現在看超市市那樣 給人試吃 這些方法應該沒有什麼人做 是否自己做的 是呀…真材實料 是呀… 開始生意好一點點的時候 那些鄰居會不喜歡 因為… 是不是也叫做多了一個競爭 賣了幾十年 但是… 他賣了同樣的東西 擺明是欠人 不是在…都不知道想什麼 那時候我們是住很遠的 不過我媽每天都坐巴士去開檔 去廚藏街開檔 沒有說休息過 我記得有一次 她在巴士裡面 她沒有位置錯 那時候站著 我當不巴士 不知道為什麼 無緣無故的答應 剛才這些東西 我媽媽都賭謝了 所以那天就…開不了檔 雖然那時候是很狂 不過我們… 都沒有說減過了 而且那時候還是年輕 所以我不是很明白 為什麼我媽媽要這樣做 雖然我媽媽是很努力 不過生意也不是很好 直接到一天有一個小客人 給他一個想法 最壞家的舞似是選水種 不然的話 一定和你買多點 一口夠了 選水種? 哪有選水種? 怎麼戴東西很好吃的? 你的… 謝謝…我選水種… 你的… 謝謝… 謝謝… 阿哥,我需要三罐 拿你的電影 我選水種吧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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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此之後的生意就好很多 那時候開始 每個市場街的人都叫你做… 家家婆 早晨… 早晨… 這麼威心 陪媽媽來開檔 我媽媽在廚場街 買了都有成三十年了 幾乎… 每天都有開檔 直接到去… 退休了 之後… 我媽就回來家鄉 吃見真 雖然我媽退休了很久 不過我用了她的名字 和餐廳 來買了她的雞 隔了很多年 很多人來吃見真了 都… 覺得很驚喜 在這裡遇到市場街的雞 這位婆婆啊 她以前在廚場街擺燈的 以前有沒有… 我都沒有想到 我媽媽以前這麼小的生意 現在可以做到這麼大 又這麼… 出名 還可以一代傳一代 這樣傳下去 如果我有一天有子女的話 我都希望 將這個生意 繼續傳下去給你們 要求你 在廚房地坑 拜託 左邊 請幫助你 請給你們 你 快樂 還不快 也請給你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